歡迎收看 咱們提供姐妹會 我覺得新住民啊 他們就是遠度從來 來到台灣 但是大家可能會覺得 不會啊 日本很近 韓國很近 但是他們也因為工作關係 可能一年回去個兩次三次 我覺得就已經很多了 寒暑假的時候 對 然後更何況是 譬如說在智利 每次回去都這麼 好遠 真的 你說日本很近 再怎麼近也沒有比之後 我們家就在十分鐘 就到了地方近 而且有時候你知道 在急的時候 就算十分鐘 你也覺得好遠 尤其現在又因為疫情的關係 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回家了 然後自己家鄉看了家鄉 發生那麼多事情 但是我們又是無能為力 就很想做一點什麼 但覺得我到底可以做什麼 然後也可能家人生病 你可能只能透過電話或是視訊 然後安慰他 你覺得碰不到 就是沒有溫度 就覺得很痛 你眼睛我已經紅了 別講 我真的覺得我很害怕這一機 我真的在呼爆 而且有家人在國外啊 沒有 感同身受 就是這種親情的 我真的超沒辦法的 然後如果是那種 被男朋友甩那種 我都還好 但是我家務真的守不了 OK 雖然台灣很好 他們待在台灣很安全 可是我說真的 他們有很多人心裡真的 不想再呆了 真的 因為覺得太痛苦了 龜心事件 真的我覺得離開家這麼久啊 你們心裡會不會有一點點 你們不要這樣看我們 我好想哭啊 因為我覺得離開家這麼久 心裡一定會有一點點遺憾 對... 因為可能會覺得 我好多事情沒做到 對不對 連切著爸媽手 都沒有辦法 覺得有很多的遺憾 所以... 不要再講了 真的 爸弟你太快了啦 不要那麼快進入狀況 不要那麼快進入狀況 好 因為我們前幾集有聊到阿子媳 就是... 之前爸爸 爸爸 對 現在變植物人嗎 對 因為去年大概夏天的時候 我爸爸是從二樓掉下去了 上次我那個錄影的時候 我已經講過了 對 然後就... 我真的... 那個時候真的蠻難過 跟大家說了 後來就是... 那後來就是我的製作人員 就LINE給我 你看一下你們的網路上 就反應很多 超級... 超級多 因為我上節目 已經快十年了 從來沒有反應那麼大過 真的 對 超多人 小蕙你怎麼了 沒事 沒事 很多人說 太快了 這是加油啊 你一定可以的 希望就... 我爸爸趕快要回復什麼的 我就看到就哭了 真的是... 真的是謝謝台灣的朋友們 真的 因為後來就是我跟媽媽說 因為他... 雖然是看不懂 可是全部都是... 從牌照起來 就傳給他 加油的意思是... 就是那個... 日本是... 加油的意思 對 那我給他看 我媽媽也很開心 爸爸...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到 可是他一直跟爸爸搶話 就是這個事情 那雖然是國家不一樣 都不認識的 可是聽到就是... 所以爸爸 從昏迷到現在已經多久了 已經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所以都... 你都沒有再看到他 沒辦法回去 對 沒辦法回去 真的 那你是不是今天有... 剛好有影片要給我們看 對不對 我媽媽就是願意就... 幫我拍影片這樣 好 我們來看看 在日本的生活 就是我媽媽就是... 照著爸爸的時候 因為現在是他一個人 沒辦法呼吸 對 我媽媽也是已經... 七十歲了 就... 就這麼努力 全部都是重新學的 旁邊的腹式小節 所以爸爸現在還在醫院 還是在家裡 家裡 現在在家裡 對 因為你家子有很多人家 還有一個弟弟 對 這在家裡 弟弟在日本 可是有一點遠 對 這在家裡 好 好 看得真的很心疼耶 看得真的很心疼耶 真的最初的日子 那爸爸 我每晚... 每晚... 怎麼... 怎麼... 怎麼會這樣 我自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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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是 但是去年... 去年じゃない 今年6月25日 生日日 自然當地 始終了 想要 FROM 可惜 自然 不用了 自然 想要 自然 從 自然 感谢的感谢的心情 你好所以想要 好 真的真的 因為我覺得有說 真的就是很想碰到那個人 沒辦法 對 真的 然後心有餘力而不足 現在日本沒有辦法飛嗎 應該是 可以 可是貝克里是兩個禮拜 對 回來台灣就被兩個禮拜 貝克里兩個禮拜 所以我現在在自己做生意 就沒辦法過去 所以媽媽一直打電話給我 跟我說沒關係 不用回來 因為現在回來日本是很危險 對 媽媽可以一個人可以的 而且這次好像因為這樣子 你跟你弟弟的關係也有好一點 對 因為已經是十幾年 完全沒有見面的弟弟 就是又回來 就是他跟我說就是可以 現在開始被吵過媽媽 所以他偶爾就是來吵媽媽 所以我比較放心 所以真的 我真的很不甘心 現在為什麼這個時候 就沒辦法回去看爸爸媽媽 而且我已經是長大了 可是我一個七十歲的媽媽 一個人吵過爸爸 然後就你知道嗎 就媽媽是不是虎師小姐 那怎麼可能在周邊親居那個管子 也是 他說一直很害怕 我不知道怎麼辦 慷慨就是這樣子 可是剛剛影片裡面 其實 爸爸有一些有反應 對 對 不是完全沒有聽到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反應 是完全睡覺的心態 可是醫生說 耳朵是最快就是會回復的 所以他一定有聽得到 所以我的故事 要不然我在台灣幹嘛 或是媽媽要一直跟大家搶髮 而且護士小姐一直想開玩笑的 跟她說話 那後來就是她 慢慢又有一些表情 對 剛剛她的爸爸也是 那個...有一點那個什麼講 聽到媽媽說什麼的那種感覺 有 她的眼神都是... 她的眼神一直都是有給... 你知道她在聽 以前是完全沒有... 所以就...雖然是很慢 可是又恢復到一點一點 有進步 對 真的 而且媽媽很偉大 她說 對... 真的 然後給媽媽鼓勵 真的 對 要給媽媽鼓勵 對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 然後媽媽也不要太累 對 然後趕快爸爸可以醒來 是 疫情趕快過去趕快團圓 真的 媽媽說 她現在活著的意義 就是吹炸我給爸爸 另外一種方式去陪伴啦 對... 但是比較辛苦 好 接下來是Sasha 你也哭了對不對 真的 受不了 對 真的我不知道現在怎麼... 怎麼... 好 我媽媽的生日是五月 所以我每年五月想回去跟... 很難... 那是要加油 因為她... 因為我每次覺得如果家人有問題 很難過 所以我每年想回家跟媽媽一起親身 但是已經也沒辦法 真的有一天很難過 沒有一天真的很難過 而且我上個月我提起生日 我很久沒有看到她 她...他們在一起 因為她就還給我 我們... 視訊 對 視訊 然後我們聊天的時候 她很開心 我想要在她的旁邊 他們吃蛋糕什麼的 他們真的很開心 而且我的弟弟會說 媽媽 我愛妳 爸爸 我愛妳 但是我媽媽問她 愛妳的姐姐嗎 她說不愛 我真的很難過 因為... 我知道因為我不是在她的旁邊 但是我希望她會記得我 隨弟弟現在是幾歲 四歲 四歲 不記得 真的 她記得我 但是她不覺得我是她的姐姐 所以妳...她出生沒多久之後 妳就開始到國外去工作 對 就長期不在俄羅斯 對 好 大家先緩回一下情緒 我們真的要這樣錄下去嗎 真的 為什麼不一樣 而且我們... 最後一集 這是我們今天一整天錄影的第一集 對啊 哭是很好聽 而且這兩個嘉賓都... 很重要 而且你一開始就這麼Turbo 我幹嘛就拍一張 真的 超小的素顏來 我們今天化妝前 我覺得化妝師說 簡單化就好了 因為我待會哭很多 真的 等一下我又比較一點開心的 因為我的家庭這樣子 我的弟弟也有兩個小孩 一個是三十八歲 一個是七歲 然後他們真的這樣子 他們完全忘記妳 因為我回去的時候 三歲...現在三歲的時候 三歲的再一歲 然後他看我 然後我回來台灣 我在這裡一年 然後我回去 他是...那個時候兩歲 他看我 他一直哭... 因為他不知道是我 不認識的 因為他的醫生 有一樣的金色的頭髮 所以他覺得我是他的醫生 因為妳是醫生 真的 所以我在胸牙裡 我在胸牙裡兩個禮拜 然後他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第三個禮拜 我回來台灣 然後他OK了 他就不哭了 可是我回來 然後我在這裡一年 我回去 真的這樣子 對啊 所以真的很難過 所以現在 我每天Facetime給他 然後比如說我吃東西 我非常...我給他吃 然後他超可愛 然後他超可愛 他也跟我一起吃 然後別的...另外一個 七歲的 他非常厲害 因為最近我的弟弟 給我一個影片 我要給你們看 好 我們來看看弟弟 錄了什麼影片呢 長好大 這個在我們的教堂 很酷耶 這個在我們的教堂裡面 這是我的... 所以是管風琴 對啊 可是他很厲害 因為那個時候 他一個月有一個老師 然後他很快 就學會了 對 好厲害 七歲 七歲... 可是才有老師一個月 而且姐說 還會看鏡頭耶 對 這個好棒 好可愛喔 真的 所以我每次看到他 我很想他們 就常常視訊 不要讓他忘記你 不然你下次回去的話 又哭了 三歲了又哭了 我覺得我嫁來十幾年 我最大的遺憾就是 因為雖然現在身體比較好 還是很虛弱 現在他瘦到三十八公頃 所以我就覺得 當時就覺得是為什麼 我為什麼沒辦法 到達生命照顧他 因為他疼病的時候 他就覺得 他已經沒辦法活下去 所以當時我就... 對... 不是... 講到為什麼阿思喜的時候 只要講到病的時候 我就覺得 父母疼病的時候 是我們做小孩 是最大的遺憾 所以我就當時就... 覺得是我沒辦法陪他嘛 所以又是碰到疫情 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那就也沒辦法就回去 那還有這邊有小孩 所以我就想到就是說 會連自己都做噩夢 我就記得非常清楚 就是在十二月十六號 凌晨四點十九分的時候 然後我被噩夢嚇醒 我嚇醒 我夢到說 我記得很清楚 我夢到說我媽媽生病了 躺在床上 可是我靠近我媽媽的時候 我媽媽不願意跟我講話 就很生氣我的那種樣子 可是我再轉回去的時候 我爸爸就是躺在... 就是已經快不行的那種樣子 他就說 他想抽菸 我就去找他的菸 找了 我就點菸給他 可是一燒 菸就全部都燒了 一點菸 全部又燒了 就沒辦法去把我爸抱起來 我就點菸給他的時候 我爸的體重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就是突然間就在我的懷裡斷氣了 我就哭得很嚴重 我就哭得很嚴重的時候 我就嚇醒了 嚇醒 我就突然間就發現說 自己的枕頭都是濕的 就想說當... 如果今天真的發生這種事的時候 我要怎麼辦 這輩子是不是我 真的是最遺憾的事 所以我就覺得當下我就是說 我為什麼要嫁來這麼遠 我為什麼都沒有好好的 就是在他們身邊這樣子 照顧他們 所以我就覺得是 沒辦法 就覺得怕這種遺憾留下 所以我就想說 趕快...回去陪他們這樣 還要說嗎 然後另外一個 也是很遠的地方 印度 真的 就是太想家了 就是我一定一年沒有回去 就是每次家裡 如果開心的事情 或是不開心的事情 我們都沒辦法參與 那去年那個 我姊姊女兒訂婚的時候 就是我... 就是那一天就一整天哭 可是我就說給你們 就一定要私信給我看 就是我打扮得像那個 成家婚禮的那樣子 坐在那個化妝台前面 這個是我妹妹啦 我坐在那邊 就一個晚上 就是感覺到時候很欲慢 覺得奇怪 為什麼嫁過來這裡 每次都想成家什麼都... 還有那個我妹妹的那個女兒 要訂婚 我跟她說一定要語氣結束 等她不知道明年可不可以結束 妳她才可以結婚 要不然我會短間來晚 就是我都每次很... 就是我這邊又會生氣 又跟他們很生氣的說話就對了 我真的很想...很想回家 趕快回家 真的 剛才小輝說 為什麼這樣那麼遠 那我怎麼辦 真的... 所以我也是跟我的家人說 有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隨時都可以回去 我也不會管疫情 但是我是怕一件事就是 因為這件事發生過 在我結婚了 我那時候結婚的時候來台灣 他們是到台灣很遠 所以我就答應他們說 我三年後會回去 可是我來的第一年 我奶奶過世 他們都不跟我講喔 因為他們怕...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也懷孕了 結果我奶奶的第一年就過世 他們不跟我說 然後我奶奶是對我最好的人 所以他們知道說 他們只要跟我說我奶奶過世 我一定會 不管懷孕 不管有沒有怎麼樣 我一定會馬上回去 發生這件事之後 我就一直很害怕 現在這種疫情 他們會不會 家裡發生什麼事 都不跟我講 所以奶奶是過世多久 他們才跟妳說的喔 沒有 他們就一直不跟我說 然後等到第三年 本來不是打算回 又懷孕第二個 所以我兩個小孩 等到一個五歲六歲 就回去 等於是過了六年之後 我準備要回去 我就一直問他們說 幫我問奶奶 那時候沒有那個LINE 沒辦法視訊 幫我問奶奶要什麼禮物 他們跟我說 沒有關係奶奶 說你... 哇... 他們說奶奶 你說她什麼都好 真的 對 我就買很多 奶奶喜歡吃的餅乾什麼的 帶回去 他們就跟我說 奶奶已經不在了 真的 那時候我很生氣他們 你知道嗎 我就關了一個房間 都關了一個房間 不跟他們說話 他們後來跟我說 那時候妳懷孕了 孩子那麼小 不想讓妳這樣回來 所以現在就是 我很怕他們這樣是對我 因為他們知道吃力很遠 然後坐飛機要三十幾個小時 又隔離 可是我覺得這個都不重要 其實我跟他們說 家裡是要有發生什麼 是一定要告訴我 一定要回去 這真的也很煎喔 所以在搭飛機的時候 就是一直想要看到奶奶 可是回到家裡 發現奶奶已經不在了 而且妳準備好的禮物回去 但那個人已經不在了 奶奶不在了 然後我就去... 真的好多遺憾喔 真的 我就去第二天 我們就去那個... 那個Cemetery 就去看奶奶 我就跪下來 跟他說對不起 我來不及看最後一遍 我老公也跟我一起跪 然後我就在那邊 跟奶奶說話 又心裡說話 真的 但奶奶一定可以諒解這一切 但還是會覺得心裡很難過 對啊 因為我的家人也是這樣 我一起去工作 在中國工作 在上海 我的...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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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的時候 我的家人也沒有跟我說 所以我現在也會怕 我一直會問他們 你去看阿嬤的時候 你可以帶電話給我嗎 他們說可以 所以現在視訊都要點名 真的 一定要看到 對 可是這個很無奈 你知道嗎 對啊 因為像... 因為去年我女兒也是去美國念書 我非常能體會那個感覺 然後還好現在是有視訊 就可以不斷跟女兒通電話 但是呢 你同時的 我們那個家裡面 很著急的地方是說 沒有任何一個親人 可以在你身邊照顧你耶 對 我說怎麼辦 你不曉得那段時間 我們心情是... 所以後來我... 那時候是試圖跟學校溝通 我說不管了 我說 家人相聚跟生命 是所有事情第一重要的 其他任何都沒有來的 這個重要 所以我說三月份 我說 那學校不答應 不放 是因為學校不放 後來沿到五月底 我說你回來 我說這個疫情 我說不要開玩笑 真的 我說我不認為他這麼快結束 我自己休學 那我就回來了 我就想要回來 真的 就不要念了 然後講到這個疫情 因為祖雄的... 馬來西亞 舅舅 對...剛去世 然後我覺得這個疫情 就是真的會打亂很多 這個... 我覺得現在過世的人 真的很可憐 因為我舅舅他是睡覺 睡到一半隔天 早上本來要去工作的 然後我的那個舅母去叫他 就叫不醒 然後就直接送醫院 送到醫院 他們就見不到他了 醫生只是跟他講 他...他就走了 但是因為他們擔心 不知道是不是病毒 所以在馬來西亞 所有的親戚都沒有辦法去見他 連小孩... 沒辦法... 因為怕他的身體有毒 對... 因為屍體萬一 他是這個病毒的話 他還是會傳染 所以他們是完全不能接觸屍體 然後... 所以他們現在一律的處理方法 就是屍體拿去檢驗 如果確定是病毒 就直接燒了 所以也就是說 很慘的一點就是說 你根本見不到他最後一面 對... 他只是送到醫院 你最後一眼看到他 就送到醫院去而已 但之後你就再也見不到他了 對... 然後也不能...也沒有那個... 對...也不能摸他 沒有葬禮 本來還會擺出來說什麼 去看他最後一面 就變簡單的告別而已 完全...完全就沒有機會 根本沒有啊 就直接送到那個國化廠 他們還國化廠很特別的 火化廠 對啊... 就他不能一般的國化廠燒 他們很特... 對... 特別大的火化廠 燒了還是... 就是一樣會處理 像印度圖 我弟弟說 他們都連家人也沒有通知 對... 他們會暴動啊 都進來啊 或是什麼 在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是這樣 我還聽到我一個朋友 他們是這樣 就是夫妻 先生是美國人 老婆是台灣人 他說他家裡面一定要回去一趟 他說沒關係 我回去一下我就回來了 他說好啊 那就很像以前一樣嘛 老公就一飛去了 那一飛去之後呢 剛開始還會通個電話 視訊什麼的 到後來怎麼通個電話次數越來越少 到最後完全打不通 打不通之後 他這個老婆完全不知道什麼狀況 因為他已經中了新冠肺炎 一中新冠肺炎之後到醫院 他是 電話也不行啊 沒有辦法 因為他已經越來越昏迷的狀態 虛弱都不行了 到最後過了幾個月他很著急 他也沒辦法飛過去嘛 最後他最後已經是 對 太慘 這一刻說再見下一刻看到你的時候 已經變成骨灰了 所以他很難接受 天啊 他連讓你難過的時間都沒有耶 就直接 我剛到台灣我其實過得很不好 就像我是 是生米第一次被開除了 然後 我是 我的那個工作是 需要很能力很認真 可是沒有什麼收容 沒有什麼效果 然後 然後 我沒有 我沒有錢 所以我就是每天都吃一個便當而已 然後因為這個 我這樣過了三個月 然後有一天在街道上 我是 因為營養不良 我是 在街頭上淹掉了 然後 然後那個 因為那時候我不知道 在發生什麼事情 那時候這病毒很 很嚴重 我想說 是不是我 就是遇到這個 病毒啊 然後 重點是會淹到的時候 那時候街頭上的人 都沒有幫助我 在台灣嗎 對 在台灣 好 然後 對所以我就是 我覺得那時候 可能他們怕 可能這個人有病 我不要 對 因為剛開始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有點大部分人 對 我們有人叫救護車嗎 沒有人叫救護車嗎 沒有 沒有 我就是要起來 然後著陸回家 好可憐喔 那時候 我剛到家 我就在那個床上休息 然後 我剛好我媽給我發 發那個短信說 你那邊過得好嗎 然後我是那邊 我就是扁褲 邊跟他說 沒有問題 就是這邊過得 我醫生都很好 你不用擔心我這樣 可是這樣 我覺得這樣很寂寞 因為我那邊沒有什麼 這邊 當時沒有什麼朋友 沒有什麼人可以說 我結論過得很好 沒有人可以幫我 然後 我連都不敢跟我媽媽說 我就是遇到什麼困難 然後 我覺得非常地寂寞 就是想說 我來這個地方 我沒有什麼錢 沒有什麼朋友 連都沒有飯吃 可是我都沒有辦法跟我媽說這個 聽完你們的故事 我真的不讓我女兒出國了 好難過喔 太多太多辛苦了 好然後 李美 我最近就是 比較遺憾是 因為我很想要回去背我媽 因為我上次就有說 我最近我爺爺過世的事情 對 然後我媽也得到新冠肺炎 然後 我爺爺過世之後 我家裡的毛蜜也過世 其實 大概17歲 被我治我們 然後我知道 對我媽是很難過的事情 很重要 對 可是她 那時候沒有跟我說 就是是我姐姐跟我說 然後她生日的時候 就是生日的前一天 她鐵到了 手上了 就是 就是沒辦法走路 就是戴著腳 就是手上了 然後我那一天 大生日那一天 打電話給她的時候 她都沒有跟我說 因為我就 我就跟她說 生日快樂啊什麼的 今天要開心什麼的 然後她 什麼都沒有跟我說 是回來我姐姐跟我說 妳知道她手上了嗎 我說我不知道 她沒有跟我說 那我覺得為什麼 就是 就一樣 就不要跟我們說這些事情 我知道是為了 保護我們的心情 可是 反而 後來知道 我覺得是更傷心的 對 更傷心的事 就是 因為我當時知道 我可能找辦法 讓她心情好一點 跟她說一些話 什麼的 可是我不知道的時候 我就跟她說 生日快樂 好像每次一樣 就是很像很開心 因為明明不是 我就會覺得 就是很遺憾 然後 就會想說 因為她最近真的過得 我就太辛苦 因為就疫情的關係 他們都沒辦法出去 其實 其實對心情來說 是很難 他們都在加割力 其實是很困難 是 然後因為最近 真的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回不了家 那沒有辦法回家 你真的很想念家裡 你都怎麼樣克服這些 私鄉的情緒呢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應該是日本人吧 對 因為台灣是超多日本的東西 是商店啊 是不是買東西 或是建築啊 對 全部都是可以買得到 所以算是滿幸福的 我有一個地方 因為我在日本 還滿鄉下的人 對 那我家裡打開 就是馬上有那個 稻田的那種感覺 對 那有一個台灣 很喜歡的地方 是在伊蘭 對 那伊蘭是... 這個是伊蘭 對 好漂亮喔 非常的漂亮 對 所以想加的時候 就去了日本 對 就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很多 那個日本建築業有滿多 這個是伊蘭縣的那個寺館 伊蘭歷史館 歷史館 歷史館 對 很日本耶 這個是那個門口嘛 因為這個是我以前是我奶奶的家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對 這真的好漂亮 那我裡面也可以進去 然後就這樣 就是那種日本 就是我們超級懷念的那種感覺 只要聞到那個味道 就覺得很像在日本 對 很像日本 對 所以我覺得 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 這些建築全部都懷念到 我小說的事情 如果是懷念到 那個大連的世界的話 就 那真的很幸福耶 到底是都可以看到日本 真的 台灣都可以看到日本的影子 對 真的 如果我想法國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自己很喜歡聽音樂 所以我每次就是 像年法國我會就會問 我雙胞胎姐姐說 就跟我說 就去聽聽看這樣子 我很誇張到 就是因為我老闆 我們很常常喜歡開車去很多地方 然後我開車 在開車的時候 我就會放法文歌 然後 因為我想說這樣 這樣也可以就是 就是好像在法國開車的感覺 然後他也很喜歡 然後我每次開車 就會放那個法文的歌 然後我還有一個笑笑的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開車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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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法文歌 舒服味 這法文歌喔 好好聽喔 這首歌很好聽 你們還真的心情最近都有點比較厲害 心情會好錯耶 心情會好耶 對啊 心情會好耶 聽一些比較快樂的歌 就是如果我聽法文的話 我一定會聽比較快樂一點點 因為我會覺得 讓我心情比較好一點 真的 感覺回家了 因為我之前很常去日本 因為我也喜歡日本 然後我現在只要就是 真的很想去日本的時候 我早上起來就會把那個 電視轉到日本的新聞台 感覺一下 然後你就開始 準備出門 你就覺得自己好像在日本 你知道嗎 覺得好開心喔 心情很好耶 有差... 真的有差耶 出門的時候走出去 就是故意靠左邊 沒有 沒有 人家上車已經講日文 又這樣 對啊 然後我... 然後我之前還有主持活動的時候 因為那個 他們那次是跟迪士尼一起合作 所以一整個下午 他在放那個迪士尼的歌曲 我覺得我很像在迪士尼樂園 別這樣腳本 別覺得心情很好 那好開心喔 真的覺得大家要轉換一下心情 對...沒事 就還是可以開心的生活 然後以前那個浩如姐 你有在英國念書 我們那時候比較慘 我們就根本都沒有視訊 我們那時候只有唯一一個是 是Skype 只是想電話而已 對...那個Skype是要連那個Wi-Fi 而且要充錢了是不是 要充...要給錢了 對...要給錢 然後我們那時候 因為留學生又沒錢 我們又沒有... 我們又沒有接那個網路 我們都... 我們都... 偷一些鄰居 沒有接所有的Wi-Fi 我們有時候都拿著那個 筆記型電腦 就到那個音樂器上面 然後... 這邊有了 我們就在那邊接外販 很像林正英在羅法 我就是羅法...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 我最記得那時候 一英鎊是六十塊台幣 然後我們就在街頭那個紅色 現在看起來很浪漫的 英國的電話亭 就這樣一英鎊投下去 就說 喂...媽媽 我說好想你喔 對...我現在在那裡 六十塊 對...六十塊 所以一英鎊大概可以講多久啊 幾秒... 幾秒... 你就這樣一直投 然後你不可能一直投 因為就是六十塊 六十塊台幣就要一直投下去 所以以前呢 是你沒有辦法講完 一完整的話你就... 整個被切斷 然後你就... 你就不敢再投 然後就斷在這邊 然後下一次聯絡 你就... 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是一想到家 就先打電話嘛 跟姐妹跟廖都好像喔 現在那個網路上課 他們先上課嘛 我沒有上班 他們明明在先上課 我一直會打進去 好強喔 對啊 就贏打 他說不是跟姐姐 不是跟你講過嗎 你幾天可以打 可是我現在很急啦 所以他那個臉 正在罵你對不對 我真的不要這樣 反正... 反正... 你這麼想我 你這麼想我 你照鏡子就好了 小的可以不可以晚一點打 就是很張英的笑 還有就是... 那時候也很想吃印度... 印度餐啊 就是... 因為我女兒是人家住外面燈 所以附近 所以那邊有一個印度餐廳 他的那個菜就是非常道地的那種的 也是像他說 就去...去那邊就是吃這個啦 就是印度的料理 就是飯啊 還有一個... 印度餅 我們那邊很多印度料理 對... 我們晚上都吃印度料理 所以我看到印度的也會想家 但是我問你們如果說 你們在吃飯的時候 跟家人視訊 然後家人在邊吃 然後跟你視訊聊天 那但是你們吃不到你們會怎樣 我很討厭 我很討厭 很討厭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我女兒在那邊一年嘛 然後我們再出去吃飯 有時候想說 好想的 很殘忍耶 對 很殘忍 然後有一天我們就跟你視訊 然後視一視訊 然後視一視... 寶貝 你看啊 她很討厭耶 她們都吃不到... 她們都吃不到 她們都吃不到耶 真的耶 真的耶 尤其是有一次台灣的料理 我說爸爸不然這樣好 我們吃牛肉麵 牛肉麵可以把它普通一點 牛肉麵她們更想吃 那味道啊 對 照我媽炒的那種 豆干炒毛豆 然後照給我妹看 我妹就說 賤 超氣 我有同學回到台灣 她在美國回到台灣 我去接她 她第一個地方叫我帶她去 妳知道嗎 帶我去三商巧服 真的 三商巧服 都吃丼飯吧 後來我們是這樣子 就直接喔 就像說你把她家裡面 弄著很多台灣的東西 我說寶貝 你說 妳要什麼東西 爸爸馬上寄給妳 他就開了一些名單 他說要什麼 好 然後另外會再加碼嘛 然後我就寄好多次 這麼大箱 哇 全部都是吃的 真的 美國買不到任何一包科學麵 我科學麵買到... 一堆 小熊軟糖 小熊軟糖 然後全部吃過去 結果後來他現在回來這邊 變得很腫 小熊軟糖是很痛 而且妳知道是豬羊 太豬羊 太豬羊 好可怕喔 他很氣我 然後今天我們也知道 你們非常的想家 所以我們也準備了一些 驚喜小禮物要送給你們了 大方 是什麼呢 有影片喔 我姐姐 對 八尼的幾個 我們很欣賞妳 但現在不是很好的時間 去Chile 因為疫情病 是第二次的 祝賞一喜好聖誕 祝賞女生 我需要女生 真的好看 他會轉英文喔 對 因為我姐姐來過台灣 真的喔 對 可是其實看來滿傷心的 因為他竟然叫我不要回去 對啊 是為了妳的心理 你家人都是很為妳著想 就不一樣啦 因為他們以前 他們以前是說 你們什麼時候要回來 你們什麼時候要回來 我們要準備什麼什麼 去哪裡玩 他們現在都是這樣子 不要回來 因為太危險 真的 而且有時候真的想念 你就打開來看他們跟你講話 你就忍不住的笑 對 我覺得心情好多 我們這個影片會留給你啦 對 想的時候就可以一直看 還有第二次喔 拜拜 我們很喜歡 我真的靠這兒很想哭啊 而且我覺得... 我也以為...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 瘦小孩出國念書這樣 好想哭啊 而且聽你爸爸講話講完之後 感覺心裡就變得好安定的感覺 真的喔 對 我爸爸都是這樣 他也會比較... 就是花比較鎖 可是都會感覺到就是... 你爸爸比較嚴肅一點 對... 我寄影片給我女兒 我都說... 你爸爸比較誇張 很誇張耶 沒有啦 我們都這樣子耶 他比較興趣話 爸爸你爸不會啊 可是看到家人的影片 真的滿感動的耶 對 好 然後最後一個呢 是Sasha的影片 然後是你跟家人視訊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是你媽媽嗎 在... 左邊是媽媽 右邊是阿嬤 好年輕 這麼年輕 好年輕 好年輕 是你姐 真的 你們這樣子 人家Sasha很年輕耶 對啊 好年輕 這麼好嗎 媽媽很時尚耶 媽媽的那個時尚耶 對啊 我好年輕喔 媽媽好年輕喔 他們講的東西 真的沒有國會幻滅 有沒有 真的喔 我就跟... 一直跟他們回說 我當然不在你們的旁邊 但是我一直會把你們 放在我的心裡面 真的在一個最重要的位置 對 沒錯... 然後因為其實前陣子 阿福回去德國嘛 因為他可能就是... 疫情的關係 然後也要回去陪家人 然後過了兩個禮拜吧 是不是 那三年 有時候要回美國 我想說 這個是你開玩笑的劇情嗎 怎麼會 然後他也是要回去美國工作 所以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會不會也想要跟他們一樣 就是回到自己的國家 然後還是 你們覺得你們還是會一直想要 在台灣呢 我是沒有想很多啦 就是因為很多時間 我們想了 像當初我也沒有想 嫁給外國人 就我平平的躺在這邊 已經三十幾年了 都走不掉了 所以現在我沒有想了 可是我就心裡 你們都想去 如果我不在就沒關係嘛 如果老公不在的話 我就不要住在這邊 我就會回家了 那你還有小孩耶 後來又想到小孩的話 因為他們都一定那麼大了 可是什麼事情都一定 我要幫忙才可以 所以他們都主動跟妳說 媽媽 妳可以幫我什麼... 還是妳自己要幫他們 譬如說妳要出車後 已經裡面就很大的事情 她就說媽媽 那個幾載車很可憐 我說她哪裡可憐 她有受傷嗎... 這都是受傷啊 那我一定要搞到底啊 都是我幫她找啊 什麼什麼的去警察局之類的 我兒子也是啦 反正就還有人來抓我的腳啦 不要去發炎之類的 那妳兒子如果改天交女朋友 妳會不會... 沒有 有一天我兒子 絕對跟我說媽媽 在2022年的時候 說令我結婚 我說什麼 我本來是幫他挖耳朵 妳知道嗎 妳現在好像幫妳兒子挖... 對... 妳兒子太幸福了吧 我現在兒子26歲 可是因為我們... 對 可是因為我們從... 妳該不會還要幫他洗澡招吧 對 很小 開始 就是我們就會玩在一起 人家睡覺以前 我們都會玩在一起 我來就擠擠旁間去睡覺 然後我就跟他說 然後我就跟他說 怎麼這樣啊 我幫他洗腦 我就...我就跟他說 我的兒子那麼好 我怎麼可能會捨得給別人啊 那他說媽媽... 你為什麼一個女生太多 所以...然後有一天... 他兒子娶了誰都完蛋了 對啊 有天你回家... 有天你回家的時候 他女朋友在幫他挖耳朵 妳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 他去擋兵器之後 他媳婦可能會出院 他剛剛他直接把那個... 擦進口袋 他很氣 他很氣喔 去年他擋兵器十個月 我十個月就睡他房間 一個人 這時候我就... 他在那邊聞他的味道 好恐怖喔 媽媽 我都覺得好像女兒交我 給媽媽 那他禮拜六回來嘛 我就說 我為什麼一大招都覺得 好像女兒交我 他說媽媽 就說我這樣一大招都會想到你 女兒子走來去擔兵 四個月而已 她的靈還回來找你 怎麼恐怖啊 我知道 我每次都覺得 太可怕了 妳這什麼媽媽啊 妳這什麼家庭 好恐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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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巫婆耶 那妳兒子有交過女朋友嗎 沒有...沒有管啊 交得也不敢講好不好 對啊 好想知道他怎麼對待的 沒有...我兒子都不太會跟我說 這些啦 當然啊 我敢說 我是女兒子我也不敢說 很怕我會... 因為現在我都說 兒子你來接我 他就接我 我要去哪裡 他就帶我去哪裡 不一定有另外一個兒子 在台灣啊 在這裡啊 你會講話 對啊 對啊 你以後幫他掏耳朵啦 謝謝 你也不像媽媽 我上次在... 我上次我載你回家 是因為你兒子叫我載的 因為他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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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啦 反正還沒想過啦 是珍珠或者說 妳回不去啦 妳回不去的一定的 好恐怖 阿志希 因為我已經來台灣 已經快二十年了 所以我的那個... 朋友也是幾乎都在台灣的 對 日本沒什麼朋友 只有剩家人而已 我不配就最大的原因 其實我爸爸的關係 因為我爸爸是我 小的時候 他的爸爸跟媽媽已經過世了 所以我沒有見過 就爺爺跟奶奶 對 可是他不得不要工作嘛 對 他的意思是 因為我... 他自己很辛苦過 不想工作 還是不得不要工作嘛 對 可是所以不想讓我這麼辛苦 那我在國外發展 自己開公司啊什麼的 那他很開心 就是他跟我說 你是我的夢想 對 所以他很喜歡 就是我在台灣幹嘛 那個是... 其實他... 這個節目也是他上過節目 真的 很久以前 對 剛好來掛年的時候 來到台灣 所以那個時候 他看到我上節目的樣子啊 我的餐廳什麼的 我的頭髮 全部都看得超級開心 真的 因為覺得他沒有完成的夢想 你幫他行動完成了 對... 感覺你很... 他也跟你很有成就一樣 對 所以我的目標就是 以後就是 我的疫情結束完之後 我爸爸醒來之後 我可以跟爸爸講一遍 真的 哇 超棒... 講說在台灣 過了多少事情還有什麼 因為我最近看阿子媳 很開心喔 他有一張照片 跟很多大輩 那什麼... 那什麼... 而且幹嘛 為什麼那個晚上 沒有男生 只有你一個男生 對... 非常厲害 你覺得很傳奇 沒有 因為他想爸爸啦 所以... 這個是我爸爸的夢想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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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孝順啊 好 帥...要約我了沒約 我爸爸只有這個夢想耶 你可不可以帶我們完成一下 因為我的爸爸 當然是喜歡女生啊 喜歡美女 真的 真的由衷 希望這個疫情趕快過去 然後讓大家 隨時想念家人的時候 都不是只是對著電話 對我們的朋友 可以趕快回去抱抱他們 跟他們說說話才是最重要的 真的非常感謝這個 你們把你們人生中最精華 最寶貴的時光 都留在台灣 對啊 趕快疫情過去 大家一起回家見見家人 幸福快樂 好不好 OK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謝謝 謝謝 那麼第二次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